昨天下午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运输机运20在西安延梁基地进行首飞试飞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运20飞机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的一种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 运20大型运输机的首飞成功对于推进国家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应对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该型飞机首飞后将按计划继续开展相关试验和试飞工作 近年来随着国产歼10歼11等新型战机陆续装备部队 使中国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大幅提高 而此次运20的首飞成功不仅填补了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装备序列的空白 而且使中国空军有了更可靠的战略投送手段 而这也将成为中国空军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简介绍